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高了 这个真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而且空间特别大 这边对方很熟 红堂 红堂 要打门了 预充射门 这一下扑得漂亮 红堂这球呢是判断的非常的清楚 提前移动 非常好这球呢确实打门的气量也非常的高 还有机会 一个反越位 这球是个机会啊 还有机会 张二连有敌射 这球打偏了 一个杜佳的左下角 这是梁 他也的脚法 对 脚法也不错 而且这种地滚球能压住 相对来说呢 苏宁踢的是比较快 面对门叫一叫 上来这球 恒来的拒绝了 杜佳 应该是碰到了一下 很好的机会啊 确实 苏宁的提速是越来越见效果 威胁也是越来越大 这边阿庆鹏速度极快 侧马扬鞭真快 哦 这个犯规 估计又要吃牌 如果是李扬犯规 没错 李扬犯规肯定要退牌 三黄 李扬已经是全力以赴了 但确实是没办法 兄弟够的中场球员 在中场拿球的时候 一个是自己盘带过多 另外一个呢就是 来看这下挺危险的 要射满 漂亮漂亮 买提江应该是 还是开场那一下 还是有影响 上的是杨帆应该是 对 四号杨帆 123的球员 相互之间的支持 还要再多一点 好球 好球机会来了 投球攻门 球定黑了 多好的机会 毕竟球啊 对 方子长 哦 终于 千呼万唤使处来 灌下小将张临峰 看看博阿基 上场之后 他是如何站位的 抢一个 身后 巴基 巴基 机会 再调 转身的射门 被防守连挡住 还有机会 还有 特学拉这边 蝉动 好球 撞墙进去 又打得很细 面对 给朋友打高了 哎呀 应该还是 黄子昌吧 又是黄子昌 本场比赛 错失了第二个 必进球的机会 这是这位小将 真的是迫切 需要提高的 就是临门一脚 是 临门一脚 好 好球 给出来就不错啊 看看这下怎么处理 传起来 几乎 哇吉 挺好球 哎呦 角度没了 高天义呢 作为123的 之前一直是主力 所以说呢 急带力还是没问题 危险 哎呦 这球真 真是悬啊 这个球 说实话 已经打穿了 苏尼购的防守 边路大圈 倒三角过来 凌空挂 好球 塞得漂亮 这球呢 帕莱塔传得好 看他们处理 特希拉 特希拉 一个人是进了进去 哎 手球 这球 点球 点球 哎呦 关键时刻 还得看特希拉 这个没任何争议 也不需要VR视频的回放 特希拉 这球大有 当年罗伯特拉球 在进去内面对着 智力的 对 这个防守球员 看看博尔街 能不能抓住机会 助跑 速度不快 直接要上门 球进了 不容易啊 在74分钟的时候 江苏苏宁一高 终于是 打开了 进球的账户 这个进球 虽然说来的晚了一些 但是也算是 水到渠成 是 七个进球 三个主攻 又是机会特希拉 有地上 漂亮 球进了 2比0 这球博尔街扯得好啊 对方 可能把注意力都想着 是会不会给到 博尔街扯的这个边路 而且之前在边路 给队友创造的机会 也是接二连栽的 多 我的天哪 这球 杜家 险些忙中出错 不错 也创造了一些机会 这球扣得也很漂亮 边路的串中球 机会 球进了 这下防守 盯人上 李昂没顶住 对手 李昂这一下 其实稍微的松了一点 最后这一下 被对手挤开了 是 哦 这样 一来的话 比赛的悬念又出现了 好 主代板顺势 吹响了全场比赛 结束的哨音 江苏 苏宁一购 是在主场 依靠下半场发力 两名外援的连美进球 二比在主场 二比